燕妮是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天赐的舞台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戴燕妮 然后很高兴能够来到天赐的声音这个舞台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作为歌手 纯纯地唱歌在一个舞台上 我挺紧张的 说实话 我是第一次听燕妮唱歌 就是我会好奇 她的特色是什么 或者是说换句话说她拿手的是什么 一般听一个人第一次唱歌 你要被抓住的话 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她非常擅长 或者她非常能够抓住你的一个东西 让你觉得好棒 刚才那个舞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很甜 听完我也很开心 但是我自己就有个问号 就是是不是甜得不够极致 周深老师喜欢hold甜 不是hold甜 不是hold甜 就是就那一下就啪 就没有打中你的 不够揪心 甜得不够揪心 我也其实很想尝试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 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认识到我是有唱跳的舞台 比较多一点 燕妮其实之前已经有三次成团的经历了 对吧 对对对 我之前其实我出道蛮早的 因为其实这个女团这件事情不是很好做 所以一直都是面临着成团解散 成团解散 成团解散 最深刻的一次记忆吧 是我在最后一次成团的时候 我很珍惜这一次机会 我们也用了很多的心血 但是呢 因为创造的一些收益也比较少吧 所以可能结合了之后 老板觉得不做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 又面临着想要去的节目 又没有办法去 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 很多女生已经被大家看到了 所以其实我们内心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那段时间是我 我觉得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但是其实我后面走出来了 我觉得还会有机会的 我一直在准备嘛 她一定会选择我的 所以后面得到了一个机会 在两年前去参加了一个节目 然后也让一部分人看到我了 我也很高兴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所以我感谢这些经历 第一次听你燕姨现场唱歌 我是觉得她是一个很甜美的女生 然后她可能需要有一些依赖的 但是我刚刚听到燕姨讲的那一段话之后 我整个180度转弯 其实这首歌她也是对自己唱的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 用好的我 把过去坏的我都换掉 我想说她其实是一个很励志的女生 她一直在自己的梦想道路上追逐 可能很多的原因 错过了很多最好的timing和机会 但是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放弃 我们之前了解过很多男团女团 其实她们的过往 有很多很多人相似 是的 有非常多的努力的时间 在幕后训练 有签约不靠谱的公司 有组了团又散 但是你会发现到最后 坚持下来的人是少数 所以我觉得能够继续坚持 追逐自己梦想的 那个阳光的心态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所以也希望燕姨可以学习赵雷一样 第二次第三次 有机会再来我们的天赐的声音 谢谢 我自己也有两次成团的一个经历了 对我来说 已经出道过的一个艺人 他再去跟很多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人 再去同场竞技 那该怎么去面对观众 对你的期待和失望呢 当有一个所谓的救命稻草 来到自己的面前的时候 我会选择奋不顾身地去抓住他 所以我觉得 致敬每一个为了梦想而不断努力的人吧 刚才照理说 我都曾经成团了 我又去比赛的时候 那种心态 我就想起我自己四十多岁以后 去跟人家应届毕业生 一起考那个主持证的时候 那画面真的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身边都是大学毕业生 然后就我是一个人四十多岁 他们以为你是来监考的 对 我跟大家一样去答题 然后去比试口试什么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如果我就把这件事情 当成一个乐在其中的事情 或者是乐死不疲的责任的话 它就不会有任何其他这样的心态的问题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赵磊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很阳光的一个小王子 他的那种感觉是让我觉得很舒服的 所以每一次在舞台上看到赵磊 在用不同的一种音乐风格在诠释的时候 我也觉得哇 你又解锁了一个东西 你又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新的东西 继续加油 继续带给我们更不一样的舞台 好的 说到燕妮的话 我觉得你的上线还是有的 你以后很大的一块进步空间可以学习的 因为从最早的古早期 我觉得可能说到周璇 是这个田歌的代表 然后再到最开始我们流行乐的萌芽 邓丽君 然后再到内地流行乐的萌芽的杨玉莹 都是属于这种田歌类的代表 你的声音也是非常非常甜的 但是现在在近一个时代 我好像想象不出来任何的这个田歌 或者这种唱法的领军人物 我觉得在这条赛道还是有可能的 好的 老师谢谢 所以接下来有请戴妍妮和我们的赵磊现场商议 在对面的五位老师当中选择一位成为你们的音乐合伙人 二位你们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张绍涵 就是因为我去年已经跟绍涵姐合作为次了 那一次《失误之城》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一次合作 然后通过一年的变化 然后我想跟绍涵姐有一个更不一样的合作的感觉 谢谢 张绍涵老师 我小的时候 就是不是小的时候 气场都变掉了 摆了一张你的CD 然后放在我爸的那个车载里面 我们很无聊嘛 让我爸开车他又不能太困 然后我就在车上面就是手舞组导唱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纯学舞蹈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要做一个唱歌很好的人 刚才那个画面我突然间看到 看到你我就想到了那个画面 荣幸 好了 接下来有请Angela做选择 我们来看看其他四位老师是否加入到我们的抢人环节 三 二 一 请揭晓 不抢 海拳老师 三 二 一 请揭晓 你 代言你 谢谢海拳 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有合作机会的话 我可能会以我的方式 帮到你在这个舞台上实现一些 你之前想实现的东西 好 谢谢 我此刻先表达一下 我希望能够让你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有更多表现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 谢谢 嗯 好 接下来有请 比辰 三 二 一 请揭晓 燕妮代 燕妮代 不 我解释一下 因为我本来就想写一个妮字 我觉得又妮又妮非常好 然后海拳老师说了妮 我就不想跟她一样 然后我就加了一个燕 后来觉得燕妮有点啰嗦 然后燕妮划了写了个代 感觉马上要出演国际电影了 对 其实我觉得她的声音非常好听 我想到一种风格很适合她 然后脑子里面也有歌 然后就想和她一起合作看看 我特别期待 碧晓老师和燕妮代 可以唱跳 就国际组合 接下来有请 燕妮代和碧晓昭 我听了 碧晓昭怎么听起来这么不洋气呢 人家名人怎么说这么好听 感觉是一个百年老店的样子 碧晓昭 面对海拳老师还有碧晓两位的选择 燕妮你自己思考一下吧 三选一 想好了吗 好的 所以燕妮你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 我 我选碧晓张老师 我 毕晓张 毕晓张 恭喜燕妮代和毕晓张 成为我们接下来的音乐合伙人 我们接下来也要来公布的是 Angela 张绍涵老师 她的选择 三 二 一 请揭晓 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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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磊以后我们的安卓的张稍涵 成为音乐合伙人 共同期待你们两组 接下来在下半场的精彩呈现 这是我们看到 唯一一次所有人都在抢一个人 真的吗 对 我压力很大 万一米卡砸在我手里 我压力也很大 我要